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三內角每個都是60度 而且這一個平行尼西 F1平行AB 然後他說這一段F比他小 就AF 小於多少 小於這個是 Fc 那麼他問說 下列須如何是正確 下列須就是 角1跟角2 要跟60度做比較 首先 角1一定是等於60度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這個平行 這個是內錯角 這是60度 因為這個是正三角形 因為他跟他是平行 他跟他平行的話 這兩個角就一樣 這兩個角就一樣 所以是60度 然後他跟他平行 所以角1 角1等於60度 那角2呢 角2他會大你60度 為什麼 因為他會這一段 比這一段小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做判斷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證明 就是說你一個正三角形 一個正三角形的話 如果 如果 這個分割點 是中點的話 在中間的話 你割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如果 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正三角形 但現在他說什麼呢 這邊比這邊小 代表你把它拉上去 你往上拉的話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變小 代表呢 這個角度 他是小於什麼呢 這個他會小於那個60度 好他現在的話呢 現在這裡是60度 為什麼60度 因為他往這邊偏 往這邊偏以後的話 這裡的話呢 就變成了60度 就大力點60度 那這裡60度的話 然後呢 他什麼呢 他這裡的話呢 兩個加橋就是 就是等於多少 就等於120 兩個加橋120 但我們剛剛講過嘛 你往上拉的話 這個角度會 會縮小 這個角度 他是小於什麼呢 小於60度 這個角度小於60度的話 所以這個角度 他一定是大於60度 也就是說 角二 他會大於60度 你就用這樣判斷 好 那我們現在正式 做比較嚴格的證明 比較嚴格的證明的話 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正三角形嘛 因為他是呢 往上提 然後呢 這個跟這個平行 這是正三角形 好 那這個長度我叫 這個長度我叫A 這個長度我叫B 這個長度我叫B 那B的話 他是小A 然後這個 正三角形 這是A A A 然後呢 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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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B 這是A 好 那現在的話 他A大於B A大於B 那A大於B 代表什麼 代表呢 代表呢 角二 他是大於什麼呢 角二大於這個 這個叫角三 角二大於角三 大於角三 但是角一等於60度嘛 又角一等於60度嘛 所以齁 所以齁 角二齁 加上角三齁 等於120度嘛 但是角二又大於角三啊 所以他角二大於60度 角三小的60度 兩個加起來120 所以齁 角二齁 大於60度嘛 大於角三啊 那這樣就正你了 齁 所以角二他是大於60度的 角三他是小於60度 所以 答案的話應該選什麼呢 應該選哪一個齁 應該要選B啊 B的話就是角一等於60度嘛 角二大於60度